丁顺吳俊 欢迎大家来到花脸 因为我们在哪里的 哪里就是花脸 那个 超级 超级大家的 那个灯光的部分 因为我们毕竟是4B的辐射 你帮我打亮啊 其實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跟昨天的彩排沒有一張PPT是一樣的 很故意的啦 故意的啦 因為要保持神秘感 其實我們 我本來在做的事情很廣 我們希望可以有很多土地的價值 那它是超越金錢以外的 台灣最珍貴的東西絕對不是在經濟發展上面 有很多在人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它跟這個環境碰撞之後所產生的行為結果 叫做文化 所以我們要重新生活裡面 那我今天跟大家帶來三個故事 最主要想要傳達的就是告訴你們 越在地 越可以立足世界 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的拔權裡面 我們好像一直模仿 包含黃色小鴨這件事情 我一直沒辦法理解啦 我一直覺得它到底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有很多的東西 它應該可以從在地出發生根 對於台灣這一股的抓地力 抓地力 它是不是能夠讓我們站上世界 所以我今天帶來三個故事 我到布農族的部落裡面 我們坐著一台小貨卡車 然後身手不見五指 在我們上山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動植物 然後還有很多的 你看得到跟看不到的東西 太可怕了吧 然後我們在這小貨車裡面 我們的腳放在外面 看到滿天的星空跟銀河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星星 那個星星是會害羞的 如果你很在意那個星星的話 你會感覺它沒有那麼亮 當你越來越平靜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星星在跟你說話 我們走著走在這個山林間 然後我們看著這個土地 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土地是有溫度的 我們走到一個很高很高的 山欄的地方 你看到那個霧 在你面前身手不見五指的時候 你一直在期待後面它要告訴你什麼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在一路上沒有講太多的話 因為帶著我們上去的那個獵人 他告訴我們 在布農族裡面有非常多的禁忌 我們要到山林裡面去學習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必須很前進很謙卑 無論在路上遇到什麼困難 這都是要給你的考驗 所以你看到這張照片 我們拍得很不清楚 因為我們一直在 非常期許的山路 一直丟一直丟 好像飛車 丟到我還沒喝就想吐了 可是你在這個過程裡 你感覺非常的神聖 然後跟注目 那我們在山林準備要開始打獵的過程的時候 獵人告訴我們 我們要尊敬這個山林 我們要告訴主靈我們來了 我不是布農族 可是我要告訴他們 我愛你們的文化 所以希望你們愛我們 讓我們的這個過程達到豐盛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除此之外 我們也想告訴大家 在我們東部有 只要是對我們來說 很重要的儀式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前導的祝福 就像今天大家來到這邊 然後平安的來 我們希望你們平安的離開 然後你的內心得到豐盛 所以我們就要帶來 一首非常古老的古調 叫做獵前幾唱歌 然後保守大家 現在來到這裡 你的內心可以麻煩的離開 那我們歡迎永恩 這個土地告訴我 他是有溫度人 然後我們這樣對待這個土地 他會用這樣的方式對待我 這首歌是一個我們很古老的傳統歌 那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男人會圍在一起 然後圍圍成一個半圓 那那個半圓的缺口 就是我們今天要打破這個山上 這個獵場 那這歌詞裡面是這樣的 這樣提到的 我竹林啊 土地啊 你要保守我們在這一趟旅程 能夠平安 讓我們每一個人不受到傷害 讓我們安全的下山 我們也感謝你 感恩你 支給我們豐盛的這個美好 所以我就做獵前幾唱歌 我們可以跟著歌前後搖擺的穿透 我們可以跟著歌前後搖擺的穿透 你可以閉上眼睛 然後假裝先在 穿透 海拔2434.5公尺的地方 對 的草原 好不好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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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獵人告訴我說 阿達,你知道嗎? 一個生命的消失 是為了延續我們的生命 你怎麼可以不珍惜 然後我們就坐在獵寮裡面 聽著古老的故事 聽著他們對於山靈學習的智慧 他告訴我 如果有一天你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記得 這片山靈交給你的事情 第二個故事 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我真的非常愛海 可是在我小時候我看到的 很多的標誌就是危險物盡 不要去那個西邊或者是海裡 但是當我越長越大 然後我們是體育老師 我們的專業是體育 我們到海裡面 開始去看海裡的生物 然後我們去看到 很多台灣絕無僅有的 非常珍貴的資源 像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在綠島 看到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活體山谷 它從底到它的上面有十七公尺寬 這張照片是離它五十公尺的地方才拍的進去 這個十七公尺大概是幾層樓 一層樓如果是兩公尺 至少就是八層樓以上 在那個當下我知道了 人類有多渺小這件事情 然後我在看珊瑚的過程裡面 在有不同的潛水園的導覽下 我發現有一個綠島的特有種 叫做豆丁海馬 全世界就只有綠島有 可是你知道嗎 在我受到震撼的同時 我發現我好像還是 離這個地方非常的遠 我只是在看裡面的生物而已 直到我走進阿美族的部落裡 我開始跟著他們隨著潮汐生活 退潮的時候 我們要去海裡面拿東西 像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旁邊很多小水蛙的東西 這些都是海 你掉進去你的人生就收工了 裡面有很多的海膽熱帶魚 然後跟著他們在裡面 拿很多很多的東西 在那個季節到的時候 他有一個自己的生態鏈 包含最近開始拿海膽 拿鹿角海菜 有沒有看很像鹿角 然後我們去拿像紅珊瑚 這紅珊瑚你知道吃得多貴嗎 你再把它放個150年 才硬掉的時候可以賣五六百萬 但是我們等不了那麼久 因為我們會餓 所以我們就從裡面拿 拿很多的東西 從這個自然裡面學習很多 我們要如何跟這個地方相處 後來我開始發現 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可是為什麼我們離海那麼遠 到底為什麼我們離海那麼遠 因為我們不了解 我們學習到的東西 真的是在這塊海島上我們需要的嗎 學習是為了生存還是生活 我記得我在港口部落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阿達你要離開了 我好喜歡你 可是我沒有錢 我知道你們看人喜歡吃白米飯 我沒有錢買 所以我只能請你吃龍蝦 再過分 我感覺很小型啊 但是 但是你會知道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不是所有的事情 可以用金錢來分量 你到底了不了解這塊土地 我到史馬庫斯去 沿路看著櫻花 滿意的櫻花香 然後還有引擎 我就一路上山 我看著很多在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你很難遇到的東西 包含這隻占卜鳥 對泰雅族人來說 他們是依據這個占卜鳥的動向 來決定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如果不夠了解這個自然 你不會知道 它要告訴你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我也看到全台灣 最珍貴的資源 全世界的獨生種 就是貴族鳥 我看到這個貴族 我才知道 竹產業在我們台灣接近的示威 但是它的品質 是全世界最好的竹子 我們從來不知道 我到了史馬庫斯去 我很多人會去 史馬庫斯是因為這個神物 我發現史馬庫斯最珍貴的 並不是神物 而是他們對於保種的概念 對於 台灣未來五十年 一百年在做準備 為什麼 我在離開前 那個雅記 就是他們打阿嬤 問我說 你可以保證 五十年一百年後 家人平原還種得你水到嗎 這個小米是漢作物 它可以了解人的心情 你只要心情不好播種 它是長不出來的 那所以它是漢作物 你不需要水 它可以讓你得到溫好 它告訴我 五十年一百年後 如果現在我們不中 當沒有道比的時候 你能夠為得保你自己嗎 它實在為了五十年一百年做準備 台灣也太多的絕無僅有 這三個故事就是我要告訴你的 我們台灣最珍貴的 絕對不是這種人情味跟小吃 而是我們在這塊土地裡面 夹縫中求生存 日積月齡的生活智慧 剛跟大家分享了三個故事 好像我是原住民 那我跟大家再分享其他幾個 例如說我們到新竹去 因為九降風所產生的柿子 然後柿子在研發出的釋然 代表了真正的客家人的精神 我到台東去 然後我看到台東標旗漁的文化 是為了捍衛我們人類最後的家 那個陳永福船長告訴我 如果他不用這種標旗漁 永續漁法的方式 也是用漁網的話 五十年後 我們不會知道漁長什麼樣子 台灣最珍貴的 就是在這個環境互動裡面 得到的生活智慧 可是你看到的台灣跟我一樣嗎 很多人說台灣是鬼島 可是你不要忘記 當你要逃離這個鬼島的時候 是什麼地方給你養分 直到你有足夠的能力逃離 台灣的路絕對不會只有一條 欸這個反映了我們最近對於實施的立場 漂亮 對台灣的路絕對不會只有一條 我們是歐培拉人 好 你在歐培拉台灣最珍貴 最珍貴的資源 如果你真的看得見他 你會知道 台灣最珍貴的 就是在那個 無所不用其極 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 所生存下來的智慧 我們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讓大家走進去 包含島嶼拼圖跟在地的合作 走進他們的生活裡面 去學習謙卑的彎下你的腰 在這塊土地上 跟生存最久的這些族群 學習他們的生活智慧 我們的國家來創立了103年 但是這些人 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了幾百年 我們去聽老人家說故事 去聽老人家分享他的生活經驗 台灣的每一寸土地 都有要教給你的事情 但是你聽到了嗎 尤其你要記得 當你要離開的時候 你一定會這樣回來 沒有根的故事 沒有根的創作 沒有靈魂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你要知道 台灣人會有事 你要安慰的東西 你必須行動 行動才可以讓你 跟夢想成為一個呼吸的距離 聽到這裡 你怎麼還坐在這裡 我們寫了一種 每個人都在什麼還在這裡 我們歡迎永恩 信念的事情 GREEN 不淺天偷 就謝謝 這個別捨挺好的世界 溫足關於珍事的廂尾 一天又過了一天 一年又過了一年 你留在原地 不見像我等待的世界 不高 那就出發 還是對自己說話 把心腦裝滿 流浪世界的夢想 喔 那就出發吧 要再由於不決定 離開它 喔 那就出發吧 散開石頭去飛翔 總之以後才知道什麼該留下 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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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地 願主義 立足世界 台灣最珍貴的 就是 全世界 絕無盡有的 這些生活文化 謝謝大家 有機會可以到 幫你來跑我們玩 但是你要 帶三樣東西 肝還有肝跟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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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